对于喜欢玩中路的法王们呢 最近几个赛季也一直非常难受 因为对抗路有经验加成 发育路有金币加成 而中路只有趁限加成 没钱你就来中路大舞台 这导致许多喜欢玩法制的 打中和的玩家很痛苦 尽管想carry 但拿着第一经济 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众多法王上分 不得不委屈小雪 选一手工具人和辅助兄弟 一起为团队卖命 但是法刺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不 法刺永不为奴 有一位英雄 带着众多法刺兄弟的信念 冲了出来 他就是貂蝉 打开胜率榜 巅峰赛1350人以上 胜率前十里除了原歌 只有貂蝉一个法刺上榜 而且以52.68%的胜率高居第四 有的小误班数 52%的胜率不高 前面杨玉环和长额都有54%的胜率了 没错 只是看胜率确实不高 但是再看他的出场率 以17.9%位居第二 并且在出场率前四位里 胜率远高其他英雄 比同样是高人气法刺 诸葛亮和不知火舞 胜率高上三个百分点 如此高出场率下 还能保持前几个胜率 作为一个需要操作的法刺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本赛季崛起了呢 第一点 连续两次被动回复的加强 让他的初衷发生了改变 不再出戏血书 注意是不用出戏血书了 而是转为直接出圣杯 1800块 有蓝有回血 配上冷静止靴和迷温 直接满40%的减CD 让貂蚕在前期 就有很强的战斗力 非常适应版本的快节奏 第二点 貂蚕二技能 可以重置塔伤 以前 貂蚕的二技能和进化一样 只能免疫塔的伤害 但不能重置伤害 但这个版本就不同了 可以看到 塔的第一下伤害是480 后面逐渐递增 然后用二技能躲避一次塔伤后 伤害又从第一下开始计算 那期间 貂蚕也是没有走出过 防御塔攻击范围 这点对于貂蚕来讲 简直是史诗级加强 大大降低了防御塔的威胁 前期就能越塔强杀 那有的小伙伙说了 这个操作也太难了吧 我按不出来怎么办 别急 这就到了第三点了 无敌增变长 新版本 貂蚕二技能和进化的 无敌增数变长了 这就意味 貂蚕玩家更容易 利用二技能躲掉伤害 不仅是貂蚕 敌人间的二技能也是如此 这些小加强 在高手手中 就是短暂的无敌 在新手手里 即使无法有意识的按出来 也能在混乱的台战中 免疫一点伤害 当然 想要有意识的躲掉伤害 也是有技巧的 貂蚕二技能躲伤害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顺着塔的攻击方向跳 这样貂蚕的无敌帧数比较短 容易失败 第二种就是和塔的攻击方向 做90度垂直 横着跳 这样稍微容易一点 第三种最简单 就是朝着攻击方向跳 这样貂蚕的无敌帧数 就会变得很长 判定范围非常大 就算是新手 稍微练习 也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躲避伤害 各位小伙伴们 可以搭配进化 在训练营多加练习 相信过不了多久 在实战中 就能有意思的使用出来 第四点 联控机制的改变 貂蚕最怕的是什么 控制 但如今被控制的时候 也能拖动技能 让貂蚕可以在控制结束的第一时间 切技能 大大增加了他的生存能力 而且更恐怖的是 没有出抵抗鞋的貂蚕 被莫子大招控住 也可以通过快速按二技能 跳出莫子大招 第五点 班位的增加 新赛季班位为六感 克制貂蚕的顿山 常年位居班位 连冬皇张良 这个赛季都经常上班位 一旦没有了限制 貂蚕就可以轻松地在对手脸上 等腰三角 反复横跳 这一系列的改动看似很小 实则每一个都是大加强 直接让貂蚕这个非常吃操作的英雄 胜利直接上升 可以做当之不愧的版本宠儿 喜欢貂蚕的法王们还不快充 一个ID名为 忘心中育民的先友 在2月18日的快报中留言 曾省八周于大仙讲的技巧 我现在才知道 看完快报后 是不是又get了一个实用的小技巧 这还不练一下 小功夫不是梦啊 我的好兄弟 荣耀水晶太难克 红包封面太难强 大仙周边砸不住 兄弟们不拼勾气 拼仙气的收到了 先由专属微信小程序 大仙688 直接扫描屏幕中的小程序码 或者点开微信搜一搜 都锁张大仙 就可以找到我的专属小程序了 先玩法力 赞仙气 先福利中 换奖品 二十仙气 转一转 幸运仙转盘中的iPhone12 荣耀水晶 以及多款周边 没准就是你的啦 赞购你爸爸仙气值啊 即可去福利兑换中心 兑换我的限量 微信红包封面 还有更多的兑换福利 准备上线 比如我的专属小手办 以及各种周边大礼包 你们准备好仙气了吗 嗯 问我仙气怎么得 我只能告诉你啊 先玩法力全写着 百万现有营养猪 荣耀水晶换皮肤 王哲攻略和吃瓜 粉丝福利带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